大家好,我是德哥,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,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,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,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。 探索相声演员之间的搭档关系,就好比夫妻俩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,才能配合默契,这个过程少则一两年,多则三五年,一旦两人成为搭档,轻易就不会分开。 就像郭德纲遇到31岁的于谦,岳云鹏遇到24岁的孙岳,他们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最合适的搭档,一直走到现在,其实偶尔互换一下搭档,却能玩出新的花样出来。 当张九南遇上养九郎时,他可没有之前那么嚣张了,众所周知,德云社的成员都特别喜欢超便宜。 当九南想占他便宜时,杨九郎二话没说,直接就上手了。 这三亲小霸王的名后,果然是名不虚传嘛,反正不是自己的搭档,抛突了也没关系。 而徒孙尚小菊遇到老祖谢金时,也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 先不说两人搭档怎么样,光看这身高差就知道谁欺负谁了。 只见尚小菊一张口,谢金立马最道。 刘晓婷欺负师叔,岳云鹏遇到鸾云平直接喊退票。 张九南是德云社出了名的风狗,除了师傅,很少人能管得了他。 可当他遇到二哥刘晓婷时,两人一对话,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 这才是搭档的正确使用方法,要是换成自己的搭档。 看他们还敢这样说吧,当岳云鹏遇到鸾云平时,更是笑料百珠。 两人搭档一点默契没有不说,还不给小岳岳台阶下,唱到最后唱不下去了。 小岳岳直接无奈的说,退票吧。 搭档还是亲得好,看他这无奈的样子,估计心里早就开始想那个小胖子孙岳了吧。 本以为只有岳云鹏治不了他,没想到张九龄和他同台时,更是治不了他。 只见九龄暴躁的说完之后,鸾云鹏还是一脸无辜的看着他。 当张赫伦和周九良同台时,两人也是能擦出很多火花地,混搭出惊喜,这是德云社的隐藏菜单。 当张赫伦和周九良在一起表演捉放草时,只见张赫伦还没问清楚,周九良就暴躁地说, 看完小白的表演,德哥可算是知道了,除了孟哥,他谁都不惯着。 即使是惯着他,也得看心情。 而周九良和上九溪在一块时,让人没想到的是,一向豪横的周九良,竟然也败给了知识。 这一向活泼的上九溪,竟然能让酒良适应不了。 看来除了张赫伦,还有人能治得了他的,其实偶尔换一换搭档还是挺好的,就是不能经常换,不然真的是太费搭档了。 不知道大家还知道哪些互换搭档的故事。 我是德哥,咱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